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听到佛法讲因果 认为是消极迷信 事实上 因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定律 法则 违背了这个法则 处处都会不如意 有了正确的因果观念 能够将正见落实于生活中 世间的乱象自然能够减少 一 改脾气是关键 学佛后首先要改掉生气的脾气 因为他一起来就火烧功德林 前功尽气 只要嗔恨不改 就决定不能往生净土 我们面对不顺心的一切境界 首先要深信因果 别人怎样伤害我 说明我前生就怎样伤害过人家 认账 认命 如果不相信因果 就等于以前借人家的钱 现在赖账不想还 有的人不信因果 以为没看见就等于没有 那是你自己的见解 迎面而来的都是你命运中有的 躲是躲不掉的 只有随缘才能了业 如果怨天尤人就是在造业 与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辈子 是你前生夜阴感召的 对你好的是你前生也对他好过 对你不好的一定是你前生也对他不好过 这没啥可分别的 都是报恩报怨还债讨债这四种缘 儿女也包括在内 不如老师随缘 深信因果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给众生回向 慢慢的就能够改变现实 改变命运 二 怕什么来什么 害怕什么就招来什么 害怕就有鬼 疑心魔所舍 死亡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 贪心吝啬厉害的 换成鬼道的衣服 好生气的 换成地狱的衣服 到地狱受罪去了 满脑子邪剑 天天不知为啥活着 吃完睡睡完吃的 换成畜生道的衣服 过畜生生活去了 能够孝敬父母 吃五戒 修食善业 做到中品的 又换成人的衣服 继续做人 修食善业 修得好的 又修肆无量心的 有一定的定会功夫 能够投胎到天上 享受的福报多一些 但还是轮回 等到他的福报享受到头了 又该轮回了 所以趁我们现在得到人参 就得赶紧积累成福的因 得到成福的果 三 知足常乐就是安心法 对于钱 挣多挣少都是命中有的 多挣多花 少挣少花 绝不攀比 不攀圆 人家挣钱多 我不掩热 挣钱少的 我也不瞧不起人家 这样心里多自在 谁都福报大 我都不嫉妒 我们是了脱生死的 求究竟解脱的不是比福报的 就是有大的福报 也分享给众生 绝不自己享用 对于夫妻如果是腻着我的知足 你想 比骂我的还好 骂我的比我打我的还好 打我的比不过日子的还好 不过日子的比不要我的还好 至少给我做个伴 遇到不要我的也好 让我学习独立 帮助我学会坚强 所以说怎么都好 四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生气的因 得病的果 经常生气的人 身体就会得病 借钱的因 还钱的果 骂人的因 挨打的果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我们学佛必须要深信因果 从种因上下功夫 处处积公敬别人的因 得到受尊敬的果 积健康的因 得健康的果 积财不失的因 得发财的果 积法不失的因 得聪明智慧的果 积孝敬老人的因 得长寿的果 积成佛的因 得成佛的果 想得到什么果 就积什么因 五 业力好比业务往来的意思 我们是带着业力来到人世间的 前生对人家好的 今生人家对你也好 前生伤害人家的 今生他对你也不会太好 所造的因有善有恶 生活就不会十全十美 受报也是有顺有腻的 不可能在一生中 什么都是那么顺利 不管什么样的缘分 什么样的果棒 我们只能随缘 是随缘享受也好 还是随缘承受也好 也只有这样才能了就业 业没完了之前 自己说了不算 业力是无形无相的东西 不是写在谁的脸上 而是以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牵着人们做事 比如有的人抽烟 不抽就难受 不到时候他决定不会戒烟 到该戒烟的时候 你让他抽 他也不抽了 六 儿孙自有儿孙福 许多年龄大的人学佛后 还是放不下儿女的事 甚至放不下孙子 对孙子也是惦记这 惦记那 印祖说过 到临终把儿孙都当成 不认识的人一样 你不再平常训练 到时候根本放不下 这不是不慈悲 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有他们的命运 他们只有自己觉悟了 才能改变现实 如果到临终最后的一念 还在牵挂他们 那你牵挂谁 来生就跟谁 在一起生活了业 七 学佛不能太着急 着急就是分别心的表现 不能深信因果 有的人做事着急 争着快点做完 好去拜佛诵经 还有的人今天念佛 明天就想好病 这个月念佛 下个月就想得到好处 这些想法都是 违背因果的妄想 八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多少节以来 我们造了那么多的业障 身体不好的 一下子就想病好 命运不好的 一下子就想转变 可能吗 任何事情的成功 都必须遵循一个规律 就是公道自然成 一个人想要改变 事业上的不如意 必须努力增进 自己的工作技能 提升道德 智慧 脚踏实地的做事 想要家庭和睦 也要不断种下 和言爱语 关爱家人的种子 除此之外 应广修善法 净化心灵 只要我们坚持 修习善法 善因缘会慢慢成就 一切境遇 会变得越来越顺利 人生的前途 也将越来越光明 经验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